位于南投市山上的西岭国小 因为地形的优势 相当适合来放风筝 因此学校特别开设了风筝社团 让学生参加 也因为师生的喜爱 逐渐创作出各式各样的风筝 并参加了好几场的比赛 都获得佳击 也在校内设置了风筝博物馆 提供大家来欣赏 小朋友一同来放风筝 每个人都玩得相当开心 这也是南投市西岭国小 风筝校队的学生 在学校每个人都学到放风筝 即使做风筝的技巧 小方也让他们常常打开眼界 体验以前不曾放过的打风筝 我参加风筝队 是因为看到别人放风筝 就很想放 我的艺术 自从放风筝过后 因为要放风筝 要自己画风筝 所以我的艺术变得好 我以前没有放过多枝风筝 然后进来学校才放得到感受 一开始放的时候非常难拿 需要很多人一起帮忙拉 后来熟练的一拉就上去了 位于南投市山上的西岭国小 因为地形关系很适合来访风筝 一只学校特地开设风筝舌腿 也因学校时生喜爱 逐渐创造出各种类的风筝 并参加了述长的风筝比赛 都屡获夹击 我们目前在县内的比赛 已经残联很多年的 学生主义教书组的冠军 那目前有打算在将触脚伸往 全国中正杯的全国赛 那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放风筝对小朋友来说 是进相当有趣的事情 还能常常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除了让他们增加成就感 与之信心 在体力 渔数方面也都相当有帮助 因为学校地形优势 加上常年以来推广风筝舞化 学校时生创造出各式各样的风筝 校方也特别于学校设立 风筝补物馆 提供大家的欣赏 一般我们是也有对外开放 那可能就在事先跟学校 做个预约 那如果说必要之后 我们也可以做导览 西点国小风筝补物馆 除了有一般传统的风筝饮味 有各种多级风筝 以及地级风筝 都曾经参赛获得到冠军 也是好几年来学校失神的新选 欢迎有新选民众 能与校方来预约参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